接下来为您播出道德观察 生死考验结局如何 敬请收看道德观察 生死铁门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从男子的伤势看 很有可能凶多吉少 距禁斑斑意识模糊 坠牙男子严重的伤情 让在场的消防官兵很担心 他们使劲浑身解数 齐心协力把坠牙男子 以最快的速度往山下台 尽可能把人能够顺利的从大山药上救到 这是第一个任务 这名男子是谁 他为什么坠落山崖 这场与时间赛跑的生死救援 结果又是怎样呢 刚才的这一幕发生在今年的4月5号下午5点左右 事发地点是在新疆库尔勒市的铁门关风景区 铁门关山市险峻乱石林立 游人呢 一般是通过一条台阶的路 攀登上山俯瞰远望 但是最近几年总有一些旅友 把这当成探险的宝地另辟蹊径 这回又有三名游客被困在了山上 深陷窘境 2014年4月5号下午4时左右 新疆巴州公安消防支队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称 库尔勒市铁门关风景区的山上 有三人被困 情况紧急 指挥中心立即调派了库尔勒市消防大队天山中队 两车12人赶赴现场救援 铁门关位于库尔勒市城北 距离市区较远 一路上消防官兵的心情都特别的焦急 虽然曾经多次在铁门关进行救援 有着一定的经验 但此时的消防官兵还是不敢过于乐观 铁门关是这些旅游爬山的一个喜欢去的地方 每年都会有 但是呢有好多呢他是爱好爬山 喜欢爬山 但是他这个个人装备呀 这个意识呀都不强 往往就会很严重 我们是边走边跟报警区联系 就是确定极其位置 而且咱们铁门关这条路起步也比较大 步度也比较陡 走路也比较齐缺 走路大概有二十两分迷茫 咱们背后山上有三名背后人员 情况十分危急 现在命令 一座 鞋带 救援舌 安全阳带 随我上山 准备下 接近半小时后 消防官兵赶到现场 在海拔几百米的山体里 隐约有三个身着黑衣的人影显现 他们的位置恰好处于悬崖靠山顶的地方 我们当时第一眼看到的时候 其实就是一个小黑衣 山体比较陡人几乎成 就是贴着那个山体 趴在上面 贴着墙一样 贴着墙面一样 多到大概快九十多年 那种感觉 因为他们卡在山 要一天 卡在那里面 已经上来上去 下来下来 不敢动 已经不敢活动了 通过现场勘察 并询问相关知情人员 消防官兵得知 被困人员为两难一语 总共三人 在综合考虑各种因素 经过对山上地形的观察和比对之后 指挥人命令九名消防官兵 携带绳索 防坠落部件 多功能担架等器材 从侧面攀爬至山顶 他这个山顶上面都是碎石 人站在上面 确实不容易站住脚 不容易站住 而且对我们救援来说 我们向上进攻的路线不好确定 第二个 他也比较高 在三百多米左右 对于我们战士这种体力和心理 都是一种挑战 当时那个山从底下看得挺害怕的 爬的当时也挺难爬的 爬着爬着 那个石头就是从山上就往下过 我们是走一步滑半步 就几乎有这样丧失的 铁门关怪石临巡的独特地形 给这场救援增加了重重阻力 就在消防官兵与被困人员近在咫尺时 复杂险峻的地形 丝毫容不得消防官兵再往前一步 找立脚的地方更少 只能靠自己用 走几步拿脚蹭一下 磨出个落脚地 然后再继续向上 当时那个山面也不是像那种沙土的 全是石头 岩石一样的 你手抓也不方便 特别个手感觉 上吧 由于被困人员所处的位置非常陡峭 脖体几乎成指甲 极难攀攀 救援行动非常困难 慢慢坐 我冲我这锅 一点一点的锁 可以下一个 不要放 我在家的时候 从来没去到过这样的事情 然后来到消防才第一次 尝试过这样的事情 爬这么高的地方 穿上床服也特别累 红身都湿透了 爬了三四分钟吧 这是不好 看他们 那样的苍蝇 那些 已经快 颠终不住的那种感觉 气候 特别严重 因为有长时间的在上面 一直不感动 心理压力 再加上 体力透支 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了 经过长时间的烈日暴晒 被困的那三个人体力透支 快接近极限了 紧急关头 中队长马超留下一组人 原地待命 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 他带着另外一组人绕道而行 进行救援 这场救援不仅对被困人员的体力和心理承受能力 是一种极大的考验 同时也考验着消防官兵的体能和心理素质 经过了近五十分钟的攀爬 消防官兵终于抵达山顶 我们从两侧迂回上去的 带我们队长 带着我们三个战士 我们继续往上爬 爬到上面 有个稍微大一点的 有个落脚点 我们救援绳索就在那上面站了 救援绳索准备好 可是就在消防官兵准备往山下抛绳索时 却突然发现 从山顶实施救援 比预想的难度更大 风力大 看不到被困人员的具体位置 救援绳索的位置难以确定 一个个不利因素 再次为这场救援增加了难度 咱们是找了个大石头 只要找一个固定的大石头把绳索绑上 然后一头防在咱们的战士身上 然后利用咱们抛头 把绳索抛下去 抛到咱们被困人身上 这时候的救援不是争分夺秒那么简单了 还得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 通过山上山下两组消防官兵共同的努力 这个救援的绳索终于落到了被困人员的手里 但是被困的这三个人不是专业人员 他们不知道这个救援绳索怎么用 再加上极度恐惧体力透支 把绳索的安全扣扣好 这么容易操作的问题 这会儿变得一往艰难 在拉拽被困女青年小周的同时 山上的碎石时不时滚落 给另外两名等待救援的被困人员造成了危险 因此消防官兵小心翼翼 尽可能放缓速度 确保小周和其他两名被困人员的安全 你抛之前说一下啊 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 意外发生 救援的时候只是听到 隐约听到说起立不止不行啊 然后就听到我们下面观察 觉得反开人心十足了 有一个女的那个 就好像已经掉一瓶了 上来后这个女的女的特别似乎 边哭着边开始剪 我们给她抛的那个救生腰带 就先往下冲 对我们继续支持 你们现在携带担架 准备进行救人 注意自身安全 被困人员小张 被两名同伴攀爬时滑落的石头击伤头部 加上瓶力不支 突然滚落到半山妖鼠 消防官兵立即攀爬过去 对其进行救援 发现该男子严重摔伤 情况危机 大家看那样的情况 心里都很难受 想到快点把她抬下去了 一过去捡她 大概的就是 内部这一块人都没有啥问题 就是可能有腿和胳膊伤 比较严重一点 下面救援祖母是封了六个人 他们六个人把她抬下去 因为抬上下山更难 当时我们抬的时候 大家都互相照顾着 说着这个下去的时候 都小心点 看着脚底下的石头 我们下的时候 绳子一端在他们身上绑上 其另一段在我们 自己站在身上绑上 确保他们下山能够保重压权 我们下山感觉就比 上山还有困难 因为它那个坡比较陡 我们下的时候 几乎就趴着下去了 一步一步地往下 慢慢地走 被困绝境的三人 被成功解救 坠崖的小张 也脱离了生命危险 身体恢复得不错 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几个月 但是每每回想起这段经历 他们依然是心惊肉跳 我就感觉就是 被人抬着 特别的颠簸 下去的 我还是真正的印象都没有了 多亏了 像黄冠病 爬山就是 主要是盲目地去 看着这个山 特别好爬 你就上去了 就拿我这个例子来说吧 一旦上去了 就是下 非常困难 我们都会去宣传 都会去跟他们说 有时候 有时候咱们这个节假日的时候 人比较多的时候 我们就会去 看到他们有些爬山的 有些咱们这个装备比较不好的 这个安全意识不是很强 我们都会提醒他 其实 类似这样的救援 每年都会在铁门关发生好几次 对于消防官兵来说 他们平日里不仅要掌握 处置火警所需要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同时 还要掌握更多方面的救援知识 来应对越来越复杂的不同救援 我们要求这个消防部队 现在随着这个社会发展吧 咱们的任务是越来越多 越来越复杂了 大到咱们这个抗洪抢险 小到咱们这个家里面 捅个马封关 这种社会救助 我们每年都会有四五十七 就是有些戒指卡到手 我们取不下来 都会来我们中队来找我们 作为旅友们 喜欢冒险并没有错 到景区或者陌生地旅游观光 一定要找好合适的路线和向导 避开悬崖峭壁地段 万万不可盲目登山 一场铁门关的山中救援 历时四个多小时 最后三个被困人员 全部成功获救了 对我们来说 这场救援看起来 那么困难重重 那么惊险迭出 对消防官兵来说 那只不过是日常工作的 一个片段 这种场景 几乎天天都上演 而对于那些热爱冒险 喜欢挑战自我的旅友们来说 各种某某地被困 某某地失踪 这样的新闻 那都不是第一次了 那是高频次出现在 各地的新闻当中 事实上 正是因为旅友 这样的探险精神 往往他们被困的地方 很难去救援 那也就意味着 几个人的盲目和冲动 最后可能会耗费大量的人力 物力和财力 甚至有救援人员 为了救他们 失去了自己的生命 探险不是冒险 这样的救援 它固然是义务 但不应该是常态 如果每一次的救援 都如此的昂贵 总有一天 我们将负担不起 这些降虑 任性的后果 我是卢一鸣 明天见 开箱验货 开心果 为何会变矿泉水 反复求证 是一场误会 还是跨国诈骗 异国他乡 到哪里寻找 卷钱夫妻 茫茫人海 怎样才能追回 失去的百万货款 敬请收看道德观察 朋友拿走我一百万